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旧是笑呵呵地看着自己的丈夫 并且吩咐自己的小丫鬟给陆勋煮了醒酒汤 陆勋看着贴心的妻子 略有些歉意得道 嘉莉 你不要对我这样好 我会内疚的 袁嘉莉依旧装作听不懂她话中的意思 如沐春风地笑着道 你我是夫妻 何必说这些见外的话呢 来 喝点醒酒汤 你酒量向来不好 还同三弟喝那么多 陆勋接过醒酒汤 笑着道 我们兄弟二人多年未见 难免有些兴奋 袁嘉莉看着陆勋要喝醒酒汤 阻止了一下 再一次试探性地问道 陆勋 你是不是始终都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陆勋微冷一下 并没有明确地回复 只是摸了摸袁嘉莉的头 安抚道 傻瓜 别胡思乱想 袁嘉莉被过脸 继续道 喝完醒酒汤 你便去客房睡吧 我身体还没有恢复 暂时我们不适合同房 好 那等你身体恢复后 我再回来睡 陆勋立刻喝光了醒酒汤 离开了卧房 这或许是一个时机 可以私底下见陆勋一下 商讨下如何回南宁 他没有想到 陆勋来北上的消息 会这么快传到了妻子的耳中 不知他是否将这件事告诉了岳父呢 袁嘉莉看着自己丈夫决绝离去的背影 眼泪不停地滴落下来 他和他之间终究是走上了这一步 感情在政治面前不堪一击 他轻声道 陆勋 不要怪我 陆勋避开了家中的眼线 来到了陆毅和金夏下榻的酒店 直接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是金夏 而陆毅并不在房间 陆勋感觉自己浑身发烫 他甩了甩自己的头 烦躁地问道 三弟呢 金夏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脸微微有些发红 看着眼前的男人 色咪咪 得道 陆毅 你回来了 我想你了 随后 他的双手搂住了陆勋的脖子 俏皮地看着他 娇羞地问道 陆毅 你爱不爱我 陆勋哪里经受得住这样的诱惑 他感觉自己血脉沸腾 整个人像被火燃烧一般 而眼前这个女子 浑身清凉 仿佛能够灭掉他这一身的熊熊烈火 他抱住了眼前的女子 附在他耳边 轻声道 对不起 嘉丽 金夏感觉自己浑身像要爆炸一般 他渴望得到眼前男子的爱抚 迫切地想要与他结为一体 他伸出小手 去扒他的衣服 趴在他的身上 秀他身上的气味 金夏只觉得不对劲 这不是陆毅的气味 眼前这个男人不是陆毅 他强忍着自己的欲望 推开了陆勋 然而 此时的陆勋 早已丧失了理智 他再一次地靠近金夏 紧紧地将金夏抱在怀中 在他的脖梗之处啃咬着 金夏仅存的理智告诉自己 要推开他 可是 他发现自己根本使不上力气 他狠狠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鲜血顺着嘴角流了出来 他告诉自己 必须要理智 他定是着了别人的道 正当这时 房门再一次被撞开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陆毅 陆毅见自己的二哥 紧紧地抱着金夏 姿势极其暧昧 他立刻上前 将二哥拉开 看着面色红润的两人 陆毅火气顿生 他挥着拳头 对着陆勋的肚子 便来了一拳 见金夏跌倒在地 便又立刻来到金夏的旁边 扶起了他 金夏贴在陆毅的身上 嗅了嗅 是陆毅的味道 他这才放心 小手不受控制地探入陆毅的衬衫内 抚摸着他的胸膛 陆毅心中一颤 他愤怒地看着金夏 若是 他再晚回来一步 是不是他也会这样对二哥呢 陆毅的醋痰子瞬间被打翻了 他有些生气地将金夏甩在了床上 愤怒地看着跌倒在地的二哥 疼 惊吓的一句疼 让陆毅终究是不忍对他出手 他从腰侧拿出匕首 对着二哥的胳膊便划了一刀 痛感以及血腥味 让陆勋逐渐地恢复正常 他看着此时的场面 羞愧地低下了头 对陆毅道 对不起 随后 便头也不抬地离开了房间 独自去疗伤 其实 陆毅看得出来 金夏和陆勋 皆是被吓了虎狼之药 故而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来 他只是气 气他自己居然轻敌了 他手中握着匕首 却终究是 不忍在金夏的身上 划上一刀 他愤恨地让匕首扔在地上 来到了床边 浮在金夏的身上 看着面色红润的他 陆毅的到来 让金夏仿佛找到了水源 他立刻搂住了陆毅的脖子 还未等陆毅说话 便献上了自己的香吻 他唇拌出的血 混入陆毅的口中 伴随着鲜血味道的亲吻 显得格外的邪魅 亲吻 已经让金夏无法得以满足 他翻身而上 与陆毅交换了位置 将陆毅压在身下 他有些烦躁地替陆毅解着扭扣 可是 越是烦躁 越是解不开 一气之下 金夏大力一丝 钮扣便飞落到各个角落 金夏抚摸着陆毅的胸膛 亲吻着他的喉结 将自己的柔软 紧紧地贴在陆毅的胸膛之上 只是 他依旧是不满足 他学着陆毅以往的动作 开始去抚摸陆毅攻城掠地的兵器 陆毅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折磨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扶着金夏的腰肢 将那叙事待发的兵器 插入刀鞘之中 今夜的金夏 格外的魅惑 他的主动 让陆毅一如登入了云端 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 一而再 再而三 客房内 啪啪啪声不绝 不知过了多久 陆毅方才彻底地消除了 金夏体内的余毒 解毒 果然是一件劳累的事情 不过 陆毅却甘之如疑 在这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